字幕提供 捷運車廂內 一名藍衣男子赤腳坐在地板上 身旁有兩袋菜籃 接著打開包裹 拿起工具動手削竹筍 一旁民眾看傻眼 嚇到立刻報警 翻開老翁袋子裡 滿滿的櫃竹筍 疑問才得知 這是他剛剛從淡水採收的 二十二號晚上六點 老翁從淡水搭捷運要到臺北車站 在車廂手持刀具燒櫃竹筍 警方獲報後到場 老翁表示想說車程還很久 順便整理一下 不清楚捷運規定 燒竹筍不應該吧 不會嚇到了 絕對不可以這樣就對了 不行啊 這是違法吧 民眾一看紛紛表示太可怕 而其實依照臺北捷運規定 違禁品包含各種刀具和尖銳物 不過若妥善包裝可帶上車 依然物包含爆竹火柴等等 不能帶 但隨身打火機不限制 若違反規定最高可罰五萬元 原本只是想打發時間 才在捷運上拿刀具燒竹筍 但不只下壞旅客 還因此遭罰一萬元得不償失 華視新聞李鴻杰 周若平台北報導 哈囉大家好 我是林一文 想要搶先掌握最即時的新聞資訊嗎 趕快訂閱按讚開啟小鈴鐺 鎖定華視新聞的YouTube頻道 我們下期見 我們下期見 我們下期見